李显龙总理欲请国人在明天部分阻断措施解除之后继续保持警惕 也要遵守安全距离措施 外出和在外工作时戴上口罩以及注意个人卫生 李总理在Facebook贴文说 尽管本地单日社区病例显著减少 也有更多的病患康复出院 但是我们距离战胜冠病还很遥远 总理说许多人期盼回到学校再见到朋友 或是探访父母和祖父母 但大家还需保持警惕 他也形容对付冠病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 即便找到疫苗生活也不能轻易恢复过去的样子 冠病暴露了大家生活方式的脆弱性 但也让我们有机会证明自己的魄力 并在疫情后变得更强大